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欢迎来《公民齐齐克》 我是张超雄 今次我们讲一个很特别的议题 六四 六四是我们的伤痛 又有天安门母亲运动在我旁边 我先介绍两位嘉宾 在我右边 Debbie 大家好 另外Helena 大家好 是的 六四是我们的一个伤口 即是一个很悲痛的历史事件 但这个历史事件不仅是历史 到今天这个伤口未埋 是一个仍然在痛的地方 即是你看我们现在大国崛起 即是08年的奥运 到现在刚刚上海的世博 我们那种摧灿 我们就是中国那种的集中力量做大事 即是举世震惊 我们所放的烟花那种大规模大型的一种群众的表演活动 即是显示我们中国的实力 在改革开放之后 即是就算经历了六四 其实我们很强 很威武 但是六四是否就是可以在这些烟花里被大家遗忘 其中一个运动很重要 就是天安门母亲运动 那么我们两位嘉宾 即是很年轻 但是又可以与我们研点着这一点的盼望 其实很多听众可能 或者很多观众可能未必清楚 天安门母亲是什么来的 天安门母亲运动究竟是什么来的 你两位介绍一下 天安门母亲是一群六四死亡者的家属 当中有爸爸妈妈 亦有遗伤、遗夫 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六四当时他们受了伤 成为伤残者的一群朋友 为什么叫天安门母亲 其实这个名字真的很沉重 六四另一个名字就叫天安门的屠杀 这群天安门母亲、爸爸妈妈 他们很希望在他们亲人倒下的地方 再次站起来 为他们的亲人去讨会公道 所以他们就叫自己做天安门母亲 他们其实成立的时候 就是2000年的时候 但是在2000年之前 已经是有不少的爸爸妈妈家属 他们自己组织起来 第一次他们公开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诉求 就大概在90年代的中期 95、96年的时候 当时签名的家属就大概是二十多人 但是现在慢慢发展下去 就大概是有128名的家属在这个运动当中 另外也是有二十多位家属 他们已经是过了身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联署里面 都仍然会有去世的家属 天安门母亲就是一班国内受六四所影响 有很多死难者 他们的家人走出来的一个群体 那天安门母亲的运动呢 其实天安门母亲运动呢 主要是一班香港的朋友 那样都是 什么背景的人都有的 主要都是有部分是团体成员 但是绝大部分好像我们两个都是 就是用义工 品流复杂 对 不同背景也有 有些是做民间组织的朋友 有些可能是社工 有些是内置教育界都有 但是都是个个人 好像义工的身份 一起手码一起 那我们为何会一起呢 其实都是希望可以在香港做一些 做一些事也好 团结一些力量也好 支持在内地一些挑门母亲 他们受了很多苦难 那我们其实就 我们跟其他 可能都是在做中国民主运动的团体 都有些不同的 因为我想我们就 过去一段时间 主要我们有两个重点 就是手法上有两个特色 我们都比较多些会做教育的工作 譬如我们其实每年六四 前前后后 我们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朋友 都会到不同的学校 就是中学 小学 或者大专院校 做一些有关六四 或者有关的 天安门母亲 他们现在的遭遇 一些工作坊 因为我想 其实现在在主流的教育里面 都比较少 真的时间 可以讲到六四这个议题 又下去 可以跟他们做一些工作坊 一样 新一代知道 那也挺好 那些学校都给你进去做 其实都很靠 一些有心人的老师 去 给我们带这个讯息 其实这些都是通识 不过国陈教育肯定 就不会包括这些 少一些 不论年轻人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好 其实我想有个机会让他们 都可以有不同的面向去看历史 都是一个 我想是一个机会 都是一个好的机会 给他们知道 还有其实就算 我们刚刚去一些workshop 有些年轻人 可能 其实最初都是被老师逼来的 但我想听完之后 他们都有一个不同的体会 整件事 这个都是我们工作其中一个重点 另外就是 我想可能我们 一帮朋友都比较喜欢用一些 一些特别的方法 例如一些文化 或者一些艺术的方法 去带给市民一些 有关挑母母亲的情况 例如我们之前 有做过一人一故事剧场 有做过一些行为艺术 在香港不同的区分 用一些艺术性的手法 就带回挑母母亲的遭遇出来 或者都试过一起 发动一些妇女 一起织一些颈巾 寄回给内地的难熟 就表达 其实香港的朋友 没有维望到他们 是 好玩 不是玩的 不过表达的方式 会比较多元化些 就不只是扔招 在文化的 或者一些艺术的手法 其实是一个 能够表现到我们的感情 另外我知道 你还有个玫瑰呼唤 究竟是什么 其实我们过去几年 都是知道一些国内的难熟 他们都有一个心愿 是很想公开 自由地去拜祭他们的亲人 因为去拜祭 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 都是一些爸爸妈妈抒发 他们这么多年来的 伤痛的一个方法 但是很无奈地 他们要在一些所谓敏感的日子 要去拜祭他们的亲人 是有很多的困难 比如清明 六四前后 都是一些敏感的日子 清明有什么敏感呢 在公安的角度来说 我真的不能理解 但是很多时候 清明可能有一些家属 想互相一起约去百宝山 去拜祭 但是公安很快就觉得 你这是一个集体的行动 你会不会引起了很多海外媒体的关注呢 他们就有这方面的担心 我们都听过一些懒熟他们 说回他们的遭遇 例如他们要去拜祭的时候 就有很多公安 可能之前已经劝他们 不要出门了 不如那一天 又或者如果他们去的话 就要有公安一起去跟着他们 又或者去到园区的时候 在八宝山附近的时候 就会发觉有些便衣的公安在附近 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子女 在六四遇难 他们都已经觉得是一个很不公义的事 就是这样被杀害 想去悼念他们都不行 那你那个玫瑰呼唤的意思是怎样 其实我们都是从人权的角度 也是从一个人道的精神去出发 其实那些父母就真的很想 可以在自己亲人去世的地方 可以真是怒祭他们的家人 并且这个拜祭的行动 不应该受到任何干预 其实在六四十九周年之前 其实丁老师 就是阿丁子林老师 现在门母亲其中一个发起人 他是十几年以来 都不可以去到牧西地去带她的儿子 虽然在奥运期间 会有少少的放宽 但是接着二十周年又不给了 即是有个外国传媒的时候 他又做出戏给你看 是的 即是很难想像 现在他们的年纪都越来越大 即是他们的家属的情况是怎样 其实很多天文母亲都已经是七八十岁 是 过去那二十一年里面 已经是有二十二位家属过了身 是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即是如果他们自己的子女 去拜祭她的一个公开悼念 都不能够 而围住 即是拿着这个遗憾而离开这个世界 即是很难想像那种悲痛 那我们这一节讲到这里很沉重 我们回来再继续讲